下面来关注一下预测明年加州房屋销售 略微反弹房价持续攀升的新闻 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低和强劲房屋需求 明年加州房屋销售将会略微反弹3.3% 房价则继续攀升1.3% 平均房价达到64万8800美元 同时也因为持续经济不确定性和代售房屋短缺 将会使2021年的房价和销售收益受到抑制 预测数据显示 即便就业人数增加和国内生产总值回升 2021年整体经济也不会立刻恢复正常 预估明年现有单户住宅销售 将会增加至39万2500笔交易 比今年预计总数量38万100笔交易 增长3.3% 数据显示 若2020年预测准确 今年销售额将连续第三年下降 下降4.5% 明年销售额预估仍将比2019年时下降3.3% 同时预计明年房价将会继续攀升 现有房屋中位数价格将达到64万8800元 比2020年预期中位数640300元增长1.3% 自2012年以来 加州房价一直稳步上涨 当时中位数为319300元 经济预测 美国GDP将在2021年增长4.2% 但是就业人数不会恢复疫情前的水平 明年失业率将从2020年的10.8%下降至9% 融资也将会接近历史低位 预测2021年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平均为3.1% 今年全年平均利率则为3.2%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